悲剧,小伙网恋近一年,结果女友竟是给自己做媒的男同事,在温州务工的小亮化名今年35岁,她正被家里人催婚催得紧时,一个男同事给她介绍了个女朋友小亮很快恋上对方,并几乎将全部的积蓄都花在女友身上,但是她敢去四川找到岳母一问才知道,她恋爱了近一年的女朋友根本不存在。 由于小亮的交际,先比较小加她性格内向,一直没有女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她的婚事成了父母的一桩心事。 小亮也急于结束单身状态,但苦于没人介绍单身的小亮,平时都是搭伙去同事林某家吃饭的一来二去的,便认识了经常来林某家串门的金差,化名一次闲聊时。 金差有说到自己的女儿在欧海攀桥这边上班,就顺口提了句让小亮帮忙照顾。 小亮却误以为金差这是要将女儿介绍,给自己满心欢喜。 2016年6月金差回了四川老家了,金差已经把你托付给我了她说要将另外一个女儿丽丽嫁给你。 同时林某的一句话金差成了小亮的岳母小亮对于林某愿意给自己做美很是感激。 对林某言听记从2016年7月小亮收到了莉莉的一条短信两人算是认识了之后。 林某告诉小亮一个银行卡号,呼名是林某的老婆陈某。 被另案处理林某说,这张卡,现在在莉莉手上她现在人,在山东没有手机所以没办法和你谈恋爱,你先打几千块给她吧。 急着和莉莉发展感情的林某想都没想便转了7000元到那张银行卡上之后,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正式确定了恋人关系平时聊天也都以老公、老婆相衬。 两人恋爱期间莉莉已买衣服、旅游、招待朋友、买菜、父亲春货住院等各种理由。 要求小亮转钱给她,我是做零食工的工资结算比较快。 莉莉说家里财务由她管账我10天打一次钱。 小亮说,对于莉莉的要求,她是有求必应近一年时间小亮先后向莉莉转账,40余次公转账。 7万余元小亮还告诉检察官,在与莉莉恋爱时她虽好几次提出要与莉莉见面。 莉莉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或是先同意后又已突发的临时情况,回绝双方却连一面也没见上。 两人唯一的一次通话,也只有一分钟双方为此也发生过争吵。 每每发生不愉快或想要断绝情侣关系时莉莉又会以各种方式讨好小亮。 心软的小亮难以放下这段感情,继续被莉莉蒙骗。 直到今年5月份小亮因联系不上莉莉了就赶去四川找到了岳母。 金差金差听了小亮的遭遇后大吃一惊,说自己根本没有女儿叫莉莉。 也从未委托林某做美小亮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报了警据西林某今年42岁江西人她扮演莉莉。 与小亮聊天就是想索要小亮的钱财。 在与小亮的交往中各种事由军事自编自导。 为了让小亮信以为真林某,还专门从网上下载了许多美女照片发给小亮。 让小亮对自己迷恋不已因为怕被识破林某,不敢在微信上视频聊天,发语音。 二人聊天记录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林某已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的方式。 骗取他人财务其行为。 以触犯刑法涉嫌诈骗罪。 被温州市欧海区检察院提起公诉。